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她的注意 第二步 倘若还是失败 可用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来替代 换一个对象 引起对方的错意 第三步 静下心理清思路 把失败的原因找出来 以防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第四步 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如美术 音乐 舞蹈 体育锻炼等 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素质 第五步 学会宣泄自己的情绪 可以去找一两个亲近的人 或能够理解你的人 把心理化全部清除出来 第六步 必要时求助于心理咨询 表白悲剧时 内向的女生容易想不开 就需要向专业咨询师求助 第七步 学会幽默 自我解潮 表白遭受拒绝后 不妨采用RQ精神胜利法 用幽默的方法调整心态 你知道吗 表白的基本解释是提供证据 或为其辩白 说明 向人进行解释 佛教倡导 此外 还有一种表示白眼的网络含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